观众们大家好 新一期的吃面丽江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是美食侦探大鹏 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有56个民族 而这56个民族在各地都会有自己的民族饮食习惯 以及特色美食 那么咱们丽江又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 那么像什么藏族 仪族 纳西族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所以今天吃面丽江当中 大鹏就要带着大家一块去一家非常地道的藏式餐厅 就是我身后的这家马吉阿米 一走进咱们马吉阿米呢 我就能感受到一股非常浓郁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格 也就是藏族的这样的风格 无论是咱们餐厅的这个装修方面 包括我们小到一个餐具 都是非常浓郁的这个藏式的风格 那么站在我身边这位呢 就是咱们马吉阿米的总经理了 拉姆姐姐 那么姐姐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要叫马吉阿米的这个餐厅 马吉阿米它是就是藏族文化里面说 它马吉阿米也是像肚母一样的 就是观音一样的这么一个村号应该是 然后走进马吉阿米你能感受到藏族文化的这种 精髓 精髓 对对对 就是给你准备了一套这个 我们藏族一般的藏族服装 是吧 穿着这个 今天这个氛围 这个餐厅走进来 想请你穿一下我们的这个藏装 谢谢 你看今天无论是咱们这个环境 包括咱们这些美食 一个服装 我今天就能体验一般地球的这个藏族服装 我现在身上已经穿了我们非常地道的这个藏族服装 这个藏服呢 这个藏服呢 我看起来呢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控制 不过我在想以后我做饭的正习服装 好了 言归正传 那么站在我身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马家敏的大厨了 那么大厨您贵姓呢 洛桑 洛桑 洛桑师傅 我记得咱们这个藏族同胞见面的时候 有一个习惯的功夫就是 扎西的类似 对 好 那么首先先给我一一介绍一下 咱们今天要做的两道菜 那是什么呢 一个是靠羊排 靠羊排咱们这种特色 这是刚才我们总经理跟我说的那个 羊排 对 那么那么大一块吗 对对对 它是整个一块 整个的一块 对对对 那么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选材上是 它是一般是这个肥的 然后还有这个羊排的这块 肥瘦要相见的那种 要带点肥肉 是这样吗 好了 我看那边还放了一块肉 这个是我们这里的特色材 牦牛肉 手抓牦牛肉 手抓牦牛肉 对对 这个就是牦牛肉 对对 那咱们先从哪道菜开始呢 是吧 先是我们这个烤羊排制开始 烤羊排开始 烤羊排开始 对对 它先提前有这个烟 有烟制一下 对对对 先放一勺个这个葬茴香 放一勺的这个葬茴香面 对 然后这个十三香 十三香 对也是放一勺 放一勺 这个自然面也是放一勺 这是一般的这个料酒 料酒 料酒 对 我放那么多 对把它腌 把它腌住 嗯对对对 必须把 这个过程跟咱们这个过年 腌火腿好像越来越多 嗯 这个腌个十五分钟 腌十五分钟就行了 对对对 就那么多吗 对对 别的东西都不放 别的就不放 别的就不放 那盐什么的呢 嗯 盐什么都不放 先不放 先去放这起来 你看刚才呢 就放了一点 葵香 十三香 跟这个自然面 还有这个料酒 把这个羊排给腌住 然后这个不足 一定一定记住 好那么 好那么咱们接着来 下一道 下一道是今天给你教一个 我们还特色这个 梳砖毛鱼肉 特色的梳砖毛鱼肉 嗯 这个梳砖毛鱼肉 就先切切一块 它是切切成多大的这个块那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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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还可以切个 两 两遍 嗯 然后这个猪的时候 咱们必须用这个凉水 不能用热水 用凉水 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凉水它猪出来的肉味就被咽了 肉味道会不太好是吧 对对对 不是你要是开水把它猪 猪这个肉的话 它就是特别精 特别硬 特别硬 对 先咱们放这个大葱 放大葱 对好 放些许大葱 姜 姜 把它压 把它开碎 对 放几块把酱 这个炒锅 炒锅 炒锅 把它压开了 嗯 不行了 开了就行 嗯 这个三勺的鸡精 两勺的烟 咱们就做个20分钟就可以了 这也就好了 嗯 下部咱们这个腌好的这个羊排烤进去 烤箱是吧 对 烤箱是吧 烤箱 对啊 这个用普通的家常烤箱是行的 也可以的 也可以 我来放到这个盘子的时候 对 咱们这个腌好的羊排 温度是很重要 靠这个羊排 是吗 嗯 升烤的时候这个是 你放到这个一百 一百八十左右 等会放到这个 这个放到 放个三十分钟 你看 这是时间吧 嗯 就放到这个位置 25 25分钟就能熟吗 25分钟 百分之就已经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今年的咱们洛桑师傅哈 就是 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给我交了两道菜啊 这是我平时做节目里 也是不是很常见的 所以说咱们的这些 很多具有非常浓郁的 这个民族特色的一些美食呢 其实 就是很简单 嗯 说白了 它就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对对对对对 一个 讲究一个原生态 原汁原味的东西 那么今天呢 道鹏是给电视间的好朋友呢 先推荐了咱们 马杰阿米的这个 烤羊排 以及咱们的这个 手抓毛牛肉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美女总经理 拉姆姐姐也坐在我身边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哈 我们面前这个桌上呢 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菜油 也是我们非常地道的 这个藏式的一些美食哈 中间放的这个是 用牛奶和菠菜 打出来的这个牛奶 菠菜和混合的这个汁 混合在一个汁 那它这个就是 蘸着吃吗还是 蘸着吃的 用这个饼子蘸那个酱 这样吃的 它这个菜名叫巴拉巴尼 巴拉巴尼 对就是以前的那个藏族贵族 就是来很高高端的客人 就是给尊贵的客人 才给上了一道菜 对对对对 然后刚才拉姆姐姐还专门 你先给我说了一下这道菜 对对对对 别看这只是一小点 然后这个里面讲究可多了 您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称谓它是人参果 人参果 对 它在海拔大概3500以上 然后它类似于我们那个像三七 比叶三七一样的 长在土里面的 这个也是藏族最贵客 真贵的客人来的 是这两道菜 是吗 今天这大蒙还真有口福 咱这什么东西非常地斗的 这个藏式的美食 尤其是贵族才能吃的东西 咱今天也吃上了 那么先刚才拉姆姐姐呢 也给我们介绍了 介绍了很多的这个美味加油 其实在咱们马加米呢 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东西 还有很多很多非常地道的藏式美食 如果电视家好朋友 已经忍不住流口水了 心动不如心动 那么一定要记住咱们这家的店名 马基阿米